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运回来的 在我后面还有一个三轮车 上面有三个人 是姐请来帮忙给下早的 要不然光靠家里面人 根本忙不过来 说话不到5点20的时候 外面不能说人生顶废吧 但已经此起彼伏 我已经被吵醒了 那个时候还几乎看不见什么影子呢 唇黑 大家都已经开始上工了 这会的天呢 基本上已经大亮了 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 能见度已经很好了 温度呢是正合适 不冷不热 我还坐在地头 阿姨们都已经进棚里开始干活了 开始采摘了 我现在也来到棚里面了 现在呢 阿姨们从树上 把成熟了的果子摘下来 就是挑 红到位了 成熟了 那些绿蛋蛋不摘 放到手里的篮子里面 然后呢 篮子满了 再放到桶里面 然后呢 一桶一桶的提到地头啊 还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过程 这一桶三十多斤 最童美 哎呀 最童美的很美的很 你把自己招一哈 你看 你看这多厚 是的黄梁 黄梁的 黄的厚的你看 地里面蚊子特别多 阿姨他们是自带装备 身上一抹一抹驱蚊的 那你这斤大的 这斤大的 这斤大的 被你咬的 嗯 那里腿上都有好多 咬的 那你摸的吧 不用 我刚摸的 刚会在低头一起摸摸的时候 跟我咬的 这是一桶摘满了 现在把果子提过来 哇塞 听声音都脆得很 哈哈哈哈 可以吗 可以 美的 这种就扔掉了 对 那种是不合格的 有斑的 然后呢 桶子提过来之后 为了保证果子不受伤 不受损 在这个筐子上面 还带了一层这种绒布的套子 保证果子不磕着 不碰着 也是非常精细的 看看筐子里的 基本上每一个果子呢 都是这种带着红斑的 颜色整体发黄 然后带着这种红斑 红点的 这种呢 正是它口感脆 口味甜 汁水多的时候 给大家发的就是这样子的 不过现在呢 还没有分减 从地里面摘回去之后 按果形的大小分减 然后才开始分装 才发火 早上从地里面采摘回来的 枣子现在开始上机器 分选 所有的枣子 倒到最上面 然后呢 下边有输送袋 果子的大小呢 会不从不同的 口里面出来 把枣子倒到机器的上面 现在呢 而且它在这儿 把一些个面子上面 就是有一些磕碰啊 就像这种有裂痕的 这种枣子 全部手工 先在这儿挑剪出来 然后呢 机器 然后呢 枣子在机器里面 分出来 大国 中国 小国 国王 等一系列 通过机器 选出来的大枣 全部倒到这个盘上 现在呢 俩个姐坐到这儿 开始装箱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呢 提前都把最外面的 红色的彩箱 都全部打好 撑开 然后呢 矿墨箱子装好之后 直接封箱子就可以了 别人都在干活 就你吃的香 来了 京东的快递员 已经开始了 开始扫我们的货了 这是我今天战绩的一部分 昨天下午 昨天晚上 大家下单的 现在呢 都已经大包好了 快递单子都已经贴了 这会儿呢 快递小哥过来 全部拉走 给大家发走 然后 看到这个场面 我还挺开心的 乌漏偏逢 大暴雨啊 我们这儿 正在愁 就是卖的多了 裹的不够了 正在想办法 看地里面赶紧摘呢 赶紧给大家发货呢 结果 下暴雨了 现在是 为了保障果子的品质呢 我们还不能随便搞果子 现在只能 只能坐等 也就是说 有一些朋友下单了 我们发货的时间 得稍微延后了 大家得包容一下 记得点赞关注哦 保障货的品货